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线是在第一季的9年后 马来国与中东联合国已经打了4年 并且中东联合国凭借强大的科技占据上风 大人实在真的变了呀 在发达的科技下 巨人的威胁是越来越小 第一季一开始 躺在地上的小孩名为法尔科 也是继承巨人之力的候选人 周围全是士兵尸体 注意肩膀 身着白衣服并且戴着袖标的人 全部是马来帝国的埃尔迪亚人 而马来本国人担任高层 大多数不会直接战斗 来救他的人名为科尔特是他哥 也是兽之巨人的继承人 战壕里的是马加特队长 他是一个对着名誉和英雄有着推崇的人 不过先暂时不提他 先看本集信息量最大的对话 被救回战壕的法尔科 刚苏请就问队友你们是谁 我刚才不是还拿着刀剑都是飞吗 这里代表法尔科连接到了路 而且这句话是动画原创 文化中科尔特救下法尔科后 他对科尔特说的是 哥哥你怎么穿成这样 动画只是把这句话改得更为直观了 对应的第一集艾伦树下连接到路 并和三里的对话 路是一个异度空间 是埃尔迪亚人变身成巨人 为他们传输血肉骨骼力量的地方 并且不受现实世界的时间影响 也是历代智慧巨人继承者记忆的保存地点 这里连接着所有埃尔迪亚人的身体 祖先尤米尔就在这个空间 并且可以在这里控制所有的埃尔迪亚人 让他们变成无脑巨人 或者删除他们的记忆 但尤米尔只会听从始祖巨人的命令 这也是145代王 删除墙内人记忆 和受巨人极客通过吼叫使人变成巨人 包括埃伦接触怠纳 控制无脑巨人的力量来源 再看回OP 前三季的OP主题是冲出城墙 寻找世界真相 而马来篇只有两个字 就是战争 所以最终季的OP 冲置的诡异 荒诞 除了炮火和穿杀的巨人变身外 所有画面都是黑白 核爆的画面在暗示后续的剧情 阅兵的画面也真的很震撼 我自己看完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真的是把反战这个主题贯穿全场了 空头巨人 马来士兵 埃尔迪亚人 包括周围所有的生物 全部变成碎片 也意味战争会摧毁一切 OP结尾 尸体堆积成山 包括超大型巨人 而变成恶魔的竞技巨人 在所有人的尸海上追寻自由 这肆意的笑容 也在暗示剧情的走向 这个OP虽然画面重复 信息量也不多 但是将反战这一核心体现的零零地质 配合这个音乐 画面表现力虽然是弱于前三季的OP 但是预计真的很好 完美符合本季的基调 法尔科对话的女孩叫贾碧 别小看她 她可是马来战神 他从小就被马来灌输了错误的观念 以至于对岛上的埃尔迪亚人 非常的敌视 他可以算是马来国的小艾伦 12岁就已经成为了士兵 而12岁的艾伦 在经历破墙事件后 也是主要做后勤工作 两个人非常的相似 但造成的结果又不通 专达火车的出现 一炮就能秒杀巨人 再给他们点时间优化科技 马来国没有吃堵巨人之力 根本就撑不住三天 队长下令让800埃尔迪亚人去送死 士兵表情的刻画是真的nice 这就是战争 吃人不吐骨头的战争 明明已经极度害怕 累的都站不起来了 医生命令下有齐刷刷的例证 马来的埃尔迪亚人被洗脑的太彻底了 残酷又可悲 贾碧为了救下这800同族 违反国际法利用敌人的同情心杀人 说实话 反战主题真的是贯穿到了每个人 假币生命战斗的台词 挺好笑的 但是完全笑不出来 这沉重的基调 注定最终计会和前三季有着天差地别 鄂巨人布尔克和车巨人皮克出场 布尔克是马赛的弟弟 就是最初与莱纳一起前往岛内 却被七星种偷袭吃下的那个马赛 这个车巨人你别看他长得像鳄鱼 其实皮克是不是小姐姐 他为了给父亲治病 自愿为马来帝国效力 法尔克本着好意救下一名敌军 却没想到从敌人孔中听到的却是别碰我 脏东西 恶魔 随后由莱纳 极客带领的马来空投小队出场 这些被装在束缚衣里的埃尔迪亚人 他们的神情已经彻底的麻木 空投时 很多人甚至是笑着赴死的 已经绝望到了极点 这些人很多都是可怜人 该死的是发起战争的高层 利用埃尔迪亚人变成巨人的特性 更加激化了两国种族之间的矛盾 马来的后方收取余温之力 用他人的血来缔造自己的荣誉 变成巨人的埃尔迪亚人 依旧保持人情的表情 很搞笑 这空投下来的巨人 有一半都因为高度直接摔死了 马来根本不把这些人当人 摔死就当人体炸弹了 凯基人莱纳 下落的时候看到围墙 倒是想起了曾经在调查兵团的日子 唉 有那味儿 这段三宣二的打斗是很不错的 气势上 虽然没有静态的二帝大 但是整体观感挺不错 我以为要大显神威 结果被一发穿甲弹 动穿身体 真是好家伙 莱纳真的是吃鳖王 最后以莱纳 替极克挡炮弹来结束了这一集 这一集艾伦三立阿明都没有出场 不过马来篇的主要人物都出来了 代表主战场也由岛内转为岛外 更大也更加残酷的世界观彻底展开 最后异地出现的黄发男应该是让 那接下来的剧情就会更偏向正直 前三季的热血打斗 也算是彻底出位了 总的来说这一集没有让我失望 特别是新OP 真的让我个人很惊喜 巨人三宣2也没有很差劲 不过说实话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场景的展现力 确实没有上一个制作组宏大 但还是很期待接下来的发展 只要稳住当前的水平 保持这个水准 最终记直接起飞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集没有透露太多信息 我也就不再多剧透了 因为巨人漫画快完结的原因 所以巨人动画系列的深度解析 我不会过多的偏离当前播出剧集 免得剧透太多兄弟们 我再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推测 这个结局不会是发尔科终结一切吧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点个关注来一波三连 我是坦哥 我们巨人第二集 不见不散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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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